我們出去不會這樣做 中國觀光客去北國 北有這些事情嗎? 沒有 我認為只有在台灣才有這些事情 這是什麼 這都整個馬上開始 我們說 為頭開始就造成了 第二,我要說 這個法律的問題 我們說這個 剛才徐律師說很多 但是我要說 另外一點就是 這個東西是不分任何政治意識 我要說 這不分政治意識 這個法律在吃 是租款的問題 我要補充的是這個租款的問題 所有的法律 你執不執行 最後面是你租款的問題 我認為這個警察 他怎麼不去處理 我... 他就... 上頭就不要租款了 你叫我處理這個 我不是在頭上派 是這個問題 對中國人這麼鬆 對台灣人怎麼樣你知道嗎? 這是行政院衛生署 中央健康保險局的函 他函給誰呢? 給一個... 一個... 受文者是一個... 做家具的公司的老闆 主子 之一 貴單位98年度 盈利事業所得 盈利所得的資料 進行調整 負責人某某某之 健保投保金額為 六萬零八百元 從99年3月1號開始生效 應該補收的... 這個... 保險費差額 在100年7月份 保險費合併計收 好 他... 我特別圍起來 這個就是什麼? 進行 這應該不是第一件 我還記得我們說過幾件事 他怎麼樣呢? 他可以調查你以前... 你以前補的那個... 營利事業所... 營利事業所得罪 對 他說沒有喔 你賺不少喔 所以把你的什麼 健保投保薪資 直接就調高了 對 調高了 調高了呢? 追收一年半 追收一年半 所以呢 這個朋友啊 他啊 都傳... 傳一啊 健保局寄來的 我是為了疑似說 我們沒有造假 這是... 這個... 99年3月之前 他要做4萬3千... 4萬3千9的樣子 現在已經變成六萬零八百 有看到嗎? 好,來 這個人呢 他就寫一個陳情書給我 他說兩條 他說啊 中央健保局為了補台北市政府 健保費黑洞 執行民國百年清查專案 透過民眾報告所得稅的窗口 由國稅局處連結取得民眾的資料 奪命欲百姓繳交利免保費做法向強盜 這樣 好,同學他現在很多啦 他現在很多 那麼... 我現在是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他現在... 他說嘛 那未來也沒賺 不能降低 你照樣腳這麼高 不能降低 他要把他去死 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他說就他說 那請問馬總統欠的健保費呢 那是馬總統啊 你又不是馬總統 馬總統都溫良公錢 讓人間極貧 你也不是人間極貧 馬總統是打官司輸 對 對 視線又輸 這樣還不行 拿八成錢來行 對 結果他說他都沒欠 他過去沒有欠見保費 他說 他每一期... 他每一期都繳 從來沒有漏繳、沒有欠繳 現在說直接 叫他就要拿官 然後你當時幫他補一年盤來 這樣 主要是一點說 照理講 你可以直接往上升的時候 當我賠錢 沒有辦法付薪水的時候 那應該也可以挑戰吧 他沒有必要挑戰 因為 我有這種經驗 我有很多好朋友開公司 他們說我公司今年就了解 省事 甚至於 你看那個 整個省事 無信者都幹掉 對不起 不能挑戰 我實在說到這裡 這個 黃創下香 馬英九 唇厚悲悯 唇潔 無奈 價值良善 打學校 洪毅 進行調整是怎樣 會跟你商量嗎 沒有跟你商量 沒有 你原本4萬多 我現在給你調成6萬多 洪毅 如果是政府發薪水給你說 從4萬多調到6萬多 要增你健保費6萬多 那就算了 對 這是這個老闆 他自己賺的錢 他有沒有領這個薪水 健保局沒有去跟他商量 沒有 就直接給你調成6萬多 對 洪毅更有趣的是什麼 還要追繳 還要追繳一年半 追繳 追繳 我在想說 你如果這時候 財運調整人家的健保費 你憑什麼去追繳之前 洪毅這個很可怕 為什麼追繳一年半 你為什麼不追繳兩年 為什麼不是追繳半年 這都是情政裁量權 都是他自己做決定 完全不能商量 請問一下 如果這位林先生他不教 那會怎樣 他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 把你戶頭 他直接從戶頭控 控 洪毅 所以政府對付老百姓 有沒有方法很多 我在想說 健保局為什麼不給馬總統 一個強制執行 給他一個公文說 否則我就要追繳你 有這種東西嗎 是 再看一個事情 這詹我已經給大家看了 說趙紹康現在又買 想賣中廣 結果想賣中廣 說他三年多錢買 對 錢沒付 還有四億五 四億唯款都沒有付 良善 純潔 悲憫 悲憫 價值 良心的馬總統 這是什麼交易 我一直說 這個 應該 我們的特徵主要好好的下去場 這可能是一個假交易 可能 因為我記得我在做任務的時候 這個 我當時開過很多記者會 我會講過這些話 甚至包括趙紹康去賣的公司 我記得我還去照相 我們去的公司很 去查 那種去查我 那公司都空的 也從來沒有在那裡辦公過 我今天再次提出來 請趙紹康告訴我 你當時這些公司在那裡 有沒有營業 為什麼會這樣 我那時候當立委的時候 我都開過記者會 就說過 但是他就不跟你回應 不跟你回應 不你是要怎樣 你選住了 七百幾萬票 你是要怎樣 這個案子不是用來開過記者會的 2003年 11月2時 我記得很清楚 由石群做主席 對 那時候總召 柯建明 幹事長那時候都葉宜津 我那時候是這個案子的律師 我們起到高檢署 那時候叫查黑中心 告發到現在 大家想看看 2003年11月2時到現在 2011這樣 要選2012的一個總統 這個案子 沒有人上當 所以這個案子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 你就算說 要放一點點 跟他當作沒什麼事 你要給民眾一個交代 沒有辦法 扁一下 利益有一個 所以有時候你的感想說 政府對現在 我們的小老百姓 這麼容易 還可以進行 跟他調 說莫名其妙 跟他調到六萬幾個所得 憲法會你調不出來 但是 相對你看看 對著中國 打台灣人的時候 對 人又軟燙燙 對自己的百姓 還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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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台灣人沒有理中國 你打這個 馬總統真是神 他厲害 是一個慈悲的神 他沒有暴力 他的健保會不用講 沒有暴力 是良善的 賣黨禪 錢不用叫很良善 現在可以再賣 沒有暴力 很奇怪 賣空賣空 要講清楚你到底是不是買空賣空 我們懷疑 這個問題 現在政府是什麼呢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直接發文給各機關 要求公務員回家 要踴躍收看中天新聞台的 最後島嶼歷史紀錄片 有公務人員不滿像本報投訴 認為好像被要求看舉光日一樣 感覺很丟臉 不好意思 沒有辦法 行文說 叫大家看大法新聞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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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行文說 不要看大法新聞 這樣 結果 他不要行文 大家都會看 不然他來韓 公告內容說 依據 這是交通部 請問請大家看 公務員說 不少單位都收到通知 就連交通部 公告四項網頁 都張貼訊息 公告內容說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你一百年九月二十號的 考製地 幾號函 辦理 辦理什麼 公務員要去看 看中天的節目 光日 這自律性行銷 很清楚 這不是要舉光日 舉光日 不好意思 民進黨你怎麼不會發文 叫大家就要看三例 民進黨人會去做這種事情 很肝 國民黨敢做而已 就是 宏義 有啦 公務人員都有在看大話 農委會不是排人 每天要監看大話嗎 你要講會 講錯什麼話 他會進來更正 宏義 什麼叫行政中立 批評你的節目 監看 不爽 行文是什麼 NCC 說去查 然後呢 你自律行銷的節目怎樣 哇 要去叫公務員去看 充收視率 充收視率 我覺得這是什麼時代 還做這種事 是 我給大家報告 我們絕對不支持 不認同 不贊成政府要求 大家要看三例 這違反行政中立 所以 我們一樣 我們今天不是對中天而來 政府是什麼心態 要求公務員去看中天 請問是可以要支持民間的嗎 那不然就這樣嘛 以後都大家去開 要求公務員到富邦銀行去開戶 買車只能買育龍 買車只能買育龍 買馬油油牌 買馬油油牌的 我先 這是 這是什麼樣的政府 馬總統很良善 好純潔 好無辜 等一下 我們開放COIN 先休息進廣告 好